现在的社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为生活上有很多诱惑 造成我们人类变得很胖 很不健康 根据我们专业团队的估计 目前身边的朋友 四个就有一个是操纵 为了让人类活得健康 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本地兴起了一股 带狗跑步运动的热潮 而我们现在就来见见周围 带狗跑步达人吧 哈喽大家好 其实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发明的这个带狗跑步料 我相信会让很多人会爱上运动 那么带狗跑步需要到什么条件呢 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带狗跑步呢 其实条件很简单 只要你有像我这样荣光幻化的笑容 和有手有脚就可以了 呃... 这样我们要准备什么呢 准备器材不多有目棍手机、手枪、运动鞋 运动装、狗链和一只被关了很久 在家里没有放出来跑过的疯狂狗 为什么带狗跑步是要带以上的气场呢 因为啊 跑步累的时候不是 这个你可以当拐杖 不是打狗的,当拐杖 手机叻,是运动钱 拿来自拍的 报告天下 手枪支看谁不爽 Shoot他 喂! 喂! 我骑他的运动鞋和衣服都是很普通的 你...这是带狗跑步的运动装? 没错,这个就是2015年最流行的带狗狗跑步运动装 算了就像GOTA 2 Miana Powertrack这样 Move Speed加50 那你就带大家来示范如何带狗狗跑步吧! 很多带狗跑步都用错了方法 如果用错了方法 根本就达不到运动的效果 刚才的示范其实是错误的 真正的方法很简单 除了可以运动之外呢 也可以培养你跟狗的感情 哦?那是怎样呢? 这样子带狗跑步 其实是错的 真正带狗跑步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样 现在社会,捏带动物的案件很多 我们应该以身作则,我们要爱护动物 而且狗也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这样带狗跑步啊 不只可以让你身体健康 而且可以练你的手力 同时咧,人家看你 也不会觉得你在捏带狗 你在带狗跑步嘛! 这样真的好吗? 好,这个才是真正的带狗散步 而且你看我舒适,多么开心! 我觉得这种做法 带狗狗出来跑步 是非常普通的 而且这种方法 是非常正常 非常专业的 防止捏带狗狗 防止捏带狗狗 而且这种方法 不但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 身心愉快 而且我们还可以跟狗狗 出镜感情呢 咦,出镜! 你们知道吗?狗也是狗 它也一样要休息 它也一样要打哆哆 它也一样要跟主人一起共度 欢乐的时光 我们不可以忽略了它们的感受 我们要更加保护它们 爱护它们 对它们好一点 今天的故事 真感人 我们终于在这里 知道了所有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把爱传递出去 让今天有更多的人 以正确的方式 把自己家里的狗狗带出去跑步吧! 狗狗啦,吃吃饭啦,吃吃饭啦! 诶,诶,你看看我们访问那人打狗诶,喂! 诶,你看啦诶,拍下来拍下来 诶,拍下来 看好不好,我没有打狗诶,我没有捏带狗 我跟你讲啊 诶,我没有拍,我没有拍 没有拍啊? 啊,没有拍啊,真的 诶,诶 好棒啊! 像带狗 嘿,我赢了! 我们现在就来大家代赛节目